永远不要和婆婆说心理话,就算她倒是亲女儿。 在婚姻生活中,人们常说女人嫁到婆婆嫁以后就相当于多了一个母亲了。 但是毕竟是婆媳关系,两者之间还是存在实质性的差距的。 女人只有亲情地认识到这一点,才不会在处理婆媳关系当中出现差错。 女人做到这以下几点,一定可以处理好婆媳关系。 一、婆婆不是你的亲生母亲,可以处处宽容你。 女人结婚了以后,也会将自己的婆婆称呼为妈妈。 但是这种名义上的亲密,并不能说明你们之间的关系真的到达了那个层次了。 有些心理话始终是不能说出口的。 你在娘家的时候,可以因为一句话不满意,或者心里有什么不痛快,直接的倾诉给妈妈。 因为你知道,就算你说出来的话不恰当,她也不会因此和你产生嫌隙。 因为她是你的亲生母亲,她可以做到处处的包容你,维护你。 无条件地爱你,但是婆婆就不一样了。 她对你的宠爱,以及包容都是有限度的。 所以女人还是要把握好婆媳关系相处的尺度,不能愉悦应有的界限。 二、婆婆不喜欢听你在她耳边说自己儿子的不是。 儿子是母亲身上掉下来的一块肉,纵使她有千般不好,万般不适。 作为母亲都会选择无条件地站在她的那一边,支持她,维护她。 作为媳妇的,如果喜欢在婆婆的面前,表露自己的心声,诉说自己丈夫对自己如何的不好。 或者是自己对这一段婚姻有一些抱怨,婆婆心里肯定会感到一些个影。 一方面,她会觉得你无能,没有能力扮演好自己的角色,处理好家庭的事物。 另一方面,她会觉得你是一个爱脚舌根的女人。 这时候你的心里话,不但不能够打动她的心,反而会让她对你产生不好的印象。 所以女人在和婆婆说话的时候,要懂得站在她的角度思考问题。 三、与婆婆之间保持距离带,有利于建立美好关系。 游戏关系的建立是因为她们存在一个共同的纽带,一个她们都共同爱着的男人。 这种奇妙的联系,让两个人之间的关系瞬间得到了升华。 人们常说,两个人走得太近,反而容易生出矛盾,因为过分的了解,就会暴露自己的弱点。 当女人把自己的心里话,全都一清二楚地交代给婆婆听的时候, 她会根据自己的认知和判断,对你做出一个主观的评价。 所以婆媳之间保持适当的距离感是非常有必要的,你的弱点不会暴露得很明显,你也有机会放大自己的优点。 婆婆也是自己的家人,但是无论是多么亲密无间的家人,或者是朋友,都要保持一定的距离。 因为能弹露自己的心声,想用心里话来打动对方,或者是讨对方的欢心, 反而不逆于建立一个健康友好的关系。 因为真正关系好的两个人,反而是亲密有间的。